前沐先生的起码中终 包括前沐先生 而他所教的学生 大概也就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而台湾的世界对于这个知识 对智慧的追求 也都是最畅旺的时候 也就是从70年代中叶 一直到90年代中叶 大概这20年是整个台湾 我认为是最好的年代 因为当时没有统股的问题 没有乱七八糟的问题 当时时有要朝一个民主化 好一个更合理的 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这基本上他还是 台湾人以前曾记着 古圣先生 成天命记道统立人龙 传思文这个论 而整个教化成 基本上还是我的主意 我记得蔡仁茂老师 非常强调教化成 因为整个农村 就是这个教化成 最重要的一个护育者 台湾整个社会的发展 整个发展得很好 也就是教化成一身文部 它可以 第一次民间的宗教 高是道德理性 它是一个连续 它生长得很好 这一点是非常可悔的 所以台湾就在这样的学习过程里面 政治慢慢民主化 整个科学现代化 进到一个 从未开发中 而慢慢进到已开发的国家 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 一样受益于像林郑鹏先生 郭伯文先生 黄振华先生 非常多人 包括也算是我们的师兄们 这个欢迎我们的先生 我想这样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个世界其实是正在往前迈进了更好 非常可惜的是台湾堕入了不必要的国主主义运动 这当然有一些历史的因素 也就是台湾原先是democratic woman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民主 民主运动里面是很好的 但进到nationalistic woman 就出了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非常找到的问题 这一点就让我想到 蔡老师非常强调的 继承了牟先生 以及整个中国哲学传统 强调的三方 道德 道德的权 将您继承 血统的开除 以及正统的开除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可贵的 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还是要讲一点感慨的话 蔡老师我想最重要的 除了她学问加贵后学 非常非常好多 我想她的学生 韩国的学生 把她的重要的著作翻译上韩文 觉得她在继续翻译之中 她对大陆的年轻学者 有很多起义 我想大家从七月份的 月刊里面看到 王兴国写的悼念文字 文国乡写的悼念文字 她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蔡老师的赌时飞光 如同刚刚曾老师所提到 通过这个大虚卦 三天大虚 刚见而能够虚实和自强不行 这一点我觉得 用这个挂来阐释蔡先生 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恰当 而蔡老师这个指 她叫指于至上 这一点我觉得她把儒学的功夫论 其实是深屠一心的 知指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这个直不是息息止于 是止于至上 所以她是从静 尊静这个静下侯 静观共静 她不从明静这个静说 不从静而无染 佛教静而无染说 是从静位这个静下侯 这是儒学刚见不醒 一种光辉的 生存不已的 这种哲学 这种刚毅坚忍 往前迈进 这一点我想 蔡老师的精神 是深深地感召着 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学子 所以蔡老师 所以蔡老师 今天四月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她的九十的罚诞 那时候我 很有感触 我一常写了一首诗 我还是愿意 反而首诗再读一遍 作为最后的献 冲冲九十载 一语其胜载 川阴险岸背 唯唯其道口 道工济三口 撕闻归大宗 存存仁厚者 浩浩得影风 蔡老师跟杨老师我认为是绝配 不只是一生的相守 而且她的体现在的名字上 这我想是非常难的 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 念怀蔡老师的学问得者 我希望我们下一代人能够继续的努力 我一样教了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也在教了我的学生 我想如果这么算的话 蔡老师应该不是施工了 也是施主了 因为我的学生都已经收了果实成了 那么我想当代新生学 就发全得之攸光 日静不已 我相信这种日静不已 会存于天然之间 会如同征召旭先生刚刚所说的 大旭 三天大旭 能旭止 能发起 刚见自得的这样的一个光芒 它一定会日游所尽生生不息 我们期待这样生生不息的一种学问 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我们也期待 因此两岸能和平 东亚和平 世界都一样和平 我们祝福蔡老师在天之灵 能够遇到一些前辈先生们一起一样喝茶喝酒论到 而且一起护佑着我们的家园 护佑着我们的天地 护佑着我们的下一代的学子 谢谢 谢谢 张大寿 很谢谢蔡师 纪念会到次告一段落 场外備用茶店 请各位贵宾稍作享用 纪念会将正式于3点35分开始 谢谢大家 謝謝